主席 我們高部長 國防部各位列席官員 還有我們本會同仁 還有我們媒體先生 大家早 主席有請高部長 有請高部長 柏丁厚 老朋友 在79年就到金門 今天特別來 給你鼓勵也給你肯定 我61年就到金門 61年 我說你印象最深是79年當司長的時候 我61年當連長 追溯到61年 我想你對金門應該也有感情 是 馬總統在6月份 在去年的6月份 跟我們第七的民意代表 縣長 議長 談到幾個問題 我想也利用這個機會 跟部長提一下 金門長期 從李登輝總統到陳水扁到馬總統 我想只要到金門 他們都覺得說虧欠金門很多 事實也是如此 我想這50年 金門 跟戰地政務 我們守護著 台灣在發展 那金門事實上 在 為了第一線 為了台灣 我們站在第一線 說真的 很多的發展 事實上是被停滯的 那總統很清楚的告訴金門 要給金門一個機會 要補償金門 所以他談幾個定位 我想 這麼多年來 金門事實上 是缺一個定位 台灣事實上也要給金門 一些機會 所以總統談到 金門未來 要成為 灰金士區 和平區 灰金士區 和平區 然後再來 今夏共同生活簽 那 也委託 也交代金建會 委託中金院 做了一個規劃報告 那行政院現在也核定 今天未來要朝為 國際休閒觀光島 那第二個是 精緻購物免稅島 第三個是 養生醫療健康島 那現在行政院也核定 未來就朝這樣的方向 那不然因為 我也急我們縣長 他當了國道代表 當了 立法委員 當了七年的縣長 現在快卸任了 他說要當金門縣的縣長 要兼金房部的指揮官 要兼金房部的指揮官 要兼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處長 因為金門有三個法令 一個叫做都市計畫法 是縣政府 是中央內政部 另外一次 國家公園管理法是屬於內政部 要塞 堡壘地帶法是屬於國王部 我想縣長他其實很用心 可是阿姨現在整個金門的建構 我想他事實上我是為他爆氣的 所以這一年來我想在國王部 任何的議算 身為金門唯一的議席 我全力來支持 03億算 我政策 只要你們提出來的 全力支持 我代表金門 因為金門有90%的鄉親 支持馬總統 我也代表金門 雖然我是無黨籍的 但我代表金門 來跟中央各部會交朋友 金門要的不多 況且台灣欠金門那麼多 但是我不希望是可惠而不死 所以今天國王部 高部長你在金門61年79年 在金門也有很多好朋友 我們也是好朋友 是不是用同理心來看金門 既然中央已經定調 朝這樣的方向 是不是在未來的議判 在國王部的很多政策 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定調跟思索 所以這一點我想請部長 你用另外一個思維來看金門 兩岸關係的發展 早期我們金門有說什麼 撤金論 所以大家 事實上我告訴縣長 應該不叫撤金論 應該叫非金時期 曾經我們在金門 在兩岸 扮演一個戰爭的起點 我相信未來金門可能會扮演一個 和平的起點 我想我們用非金時期 也請中共 也表達善意 那金門重新再扮演一顆火起 用這樣的思維來看金門 我相信金門 應該在中央各部會 他絕對是一個資產 今天的大山通 為什麼會那麼順暢 我相信他有 試驗過在金門 七年的小山通 所以什麼樣的安全顧慮 什麼樣的議題 事實上我們都看了 所以部長我想說 從總統到行政業 各部會現在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 那我希望國務部 您這邊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請部長回答 謝謝委員 您的意見 這個說明 我基本上是贊同的 因為昨天陪同總統到大膽去 他到了大膽第一線 看到廈門的經濟發展 是 他特別有感觸說 是 金門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所以這個 這六十年來有很大的改變 我同意您的說法 這個 很多地方欠金門很多 但是金門也欠很多人 我個人六十一年到金門 當聯長 六十八年當營長 七十九年當兩年師長 後來又是代理過 當然副司令官 後來又代理司令官兩個禮拜 所以 我是覺得 我非常了解金門 也很多的好朋友 未來的發展 我想 經濟的問題 來取代軍事 未嘗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但是我們 常常看 當年這些老兵 這些新兵 長期 為金門的朋友們 而保衛金門這塊土地 我想他們付出了很多 我們今年要辦 古靈頭六十周年的這個紀念 今天這個 陳呂安前任部長 也發表一篇文章 這是 戰爭所帶來的 是雙方面的傷害 他特別用 林肯蓋里斯堡這篇演講 來說明 戰爭所帶來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 在總統去年到金門 特別在海英寺提了四個字 提了四個字 叫做和平共榮 我想這就是我們在金門定調 希望能夠做到和平共榮 這樣的經濟的發展 發展這樣一個區域 我是基本贊同的 那至於細節部分 行政院其他的各部會 怎麼樣來推動這樣一個政策 我想委員您所提的問題 我想各部會應該都會接受 那部長我現在可能比較關鍵的幾個問題 因為在陳部長那個時代 我們都提了 那希望在新的部長 您對金門也那麼多了解 您也支持 我們從十萬大金到現在不到七八千客人 藥塞堡壘地在房 完全沒有改變 我們所發的那個金事管制區 也沒大的 沒多大的改變 那進獻劍 進獻劍 老百姓的權益 事實上也被目視 我想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是哪一個 夜館的 坐計處是嗎 金門人 請 我是金門人 委員 我想對金門的繁榮 我們都很關心 事實上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這幾年來 其實我們對金門有關 藥塞堡壘法的這個部分 我們改變了很多 我們也全面都配合金門很多 那我相信 那個是金門人 你就回家鄉看一看 回家鄉看一看 基本上就請部長支持 好不好 是 部長大力支持 你也感受到地方的基層的名義 那我想大的方向部長要支持你 好不好 是 請回座 金門人都不知道怎麼說 我只想說請部長支持你而已 第二個 閒置銀漆 閒置銀漆 在戰爭那個時代 到現在 一定有很多方會了 甚至有我們的銀漆裡面 可能還出了一些公共的一些違案事件 是不是要有應變 那我幾個例子給部長聽 以前可能是幾個 現在存在七八個九個 能力完全不足 別的預算也完全不足 所以我想部長 金貝局有來嗎 有來有來 您的看法呢 包括委員我是軍貝局的副局長 是 我想這個 將近這快兩年來 我們軍貝局在金門土地的四處 我想委員都相當了解 我們也成立一個專案的小組 對金門的土地做釋出 占用民地的部分 有關離島建設條例的部分 我們都全面的支持 副局長 我看你也不了解金門 你會後 會後 因為高部長不一樣了 因為他了解金門 他也認識金門了 把問題又攤開 人力不足 請部長支持 預算不足 請部長支持 我們 我請國安委員會來支持 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不好 沒有人沒有編事沒有預算 是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的 但是你們幾乎是在原地踏步 副局長 我拜託你 新的 我想新的部長有新的氣象 我們也來啟喜 也來肯定 好不好 是 再來一個總統指示的金式博物館 把金門佛化 整未來 我想是未來 但是逐步的來來做 那這個部分部長你的看法呢 這個政策是對的 金門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戰地的 這個部分 是應該有個特色才對 所以我們現在昨天就看 總統特別開始排雷 這就趕快把這些問題趕快解決 我們現在加速希望能夠起早完成 再加上剛才委員講這個部分哪些 這個設備把它配合起來 我想是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觀念 部長我想也讓你清楚了解 其實陳部長就在推動了 但是推動那個速度 我覺得有點慢 我們會加速 第二個他還要平行單位 他是請文件會來協助 我們國防部當然在夜館的很多這些 這些 經濟設施 怎麼來整合 那由誰來做 您是不是指定由誰來做 那我們的對口單位 我也樂意來協助他 原理長有總戰局吧 總戰局配合使政單位 我們 指邊市 對文件會 大家共同把它做起來 這個現在不做來不及了 應該早點做 你什麼時候可以提一個比較 細體的那種 是 盡數了 我想這個局長 他是金門人 我欠一張 欠一張金門那個什麼 榮譽 這個憲民 榮譽生文證 好啦 謝謝部長 謝謝